10月31号,日本归环的16只猪环空运至北京,在完成为期一个月的严格隔离检疫后,于12月4号正式运抵北京动物园猪环饲养基地。 当天下午,记者来到基地外,由于室外气温较低,猪环并未现身,但耳边不时传来阵阵鸣叫声。 猪环是北京动物园自立最深的猪环饲养员,为了帮助猪环尽快适应新环境,自猪环进入隔离检疫期开始,猪环就与它们在一起。 由于猪环生性胆小,对声音格外敏感,被惊扰后容易应激,饲养员每次进入龙舍都得先敲门。 猪环素有鸟中东方宝石之称,是全球冰尾鸟类,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 1992年,北京动物园攻克千地保护中饲养、存活和繁殖的三大难关,孵化出猪环幼竹。 加上此次来到北京动物园的猪环,北京动物园已组成了39只的猪环种群。 目前,这批猪环仍处于适应阶段, 暂未和原有猪环共同生活,待来年春暖花开之时,将有望与民众见面。 这批猪环的猪环,尽量不要投胃啊,大声喧哗,就是安静静地看。